无惧一道又一道滚滚浪花 小小冲浪选手在浪间急速转向 展现精湛技巧 享受乘风破浪的快感 走进巴西福尔摩沙湾的海滩 随处可见冲浪游客 而这里也是冲浪选手费瑞拉的故乡 这名好手在首次进军奥运的冲浪项目 涌夺金牌 让当地冲浪热潮迈向高峰 像是克拉拉年仅12岁但志气高昂 没事就抓着冲浪板 轻刨海边加紧练习 誓言问鼎未来的奥运赛事 而他已经成为巴西冲浪界的明日之星 在国际性职业冲浪组织 世界冲浪联盟中 前三名男性选手以及排名第四的女性选手 通通通都被巴西索南瓜 让足球王国荣获冲浪大国美名 如今在天金牌殊荣 业者相当看好冲浪运动在巴西的未来前景 年轻一代受到鼓舞 自然也让冲浪好手和游客趋之若鹜 纷纷涌进福尔摩沙湾踏浪玩水 也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当地饭店业者就说 住房需求比以往多出50% 餐厅也顿时人潮涌现 预估因冲浪带动的观光效益 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环宇新闻林博宏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跟最新趋势